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旅游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西班牙马略卡岛上的震撼抗议活动 成千上万的居民走上街头,强烈呼吁限制旅游 他们高举着携有游客,我们爱你 但不要买我们的土地和你的奢华是我们的痛苦的标语 抗议大规模旅游对当地的负面影响 这场抗议活动背后的组织者指出 现行的旅游模式使工人贫困,仅富于少数人受益 此外,抗议者还要求改善公共服务 提供体面住房和保护自然资源 这场示威活动恰逢西班牙各地 对过度旅游的不满情绪高涨之际 巴塞罗那和其他旅游热点也频繁爆发类似抗议 马略卡岛的抗议者们希望通过这次行动 彻底改变岛上的旅游政策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风光以拟的夏日傍晚 西班牙马略卡岛首府帕尔玛的街道上 突然响起了喧嚣声 成千上万的当地居民涌上街头 抗议这个地中海岛屿上的过渡旅游 这场名为改变方向 设限旅游的示威活动 游少旅游 多生活 Manese Tourism Mouse Vida组织 吸引了大约5万人的参与 尽管警方报告 估计人数约为1万2千 抗议者举起各种色彩缤纷的旗帜和横幅 写着游客 我们爱你 但不要买我们的土地和你的天堂 是我们的噩梦等标语 将帕尔玛市的市中心 变成了一片声势浩大的抗议现场 在这些抗议者中 许多人对当前的旅游模式 感到愤怒和无奈 他们认为 这种模式仅仅富裕了少数人 却让广大工人陷入贫困 他们强调 岛上的公共服务 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 当地居民愈发难以找到 适宜居住的房屋 而自然环境也面临着严重的破坏 根据RTV的报道 这次抗议活动 得到了110个团体和社会运动的支持 这些团体共同呼吁制定替代的旅游模式 以求获得体面的住房 改善公共服务 以及保护和再生自然区域 回顾西班牙的旅游数据 去年巴黎阿里群岛 包括马略卡岛 梅诺卡岛 伊维萨岛和福门特拉岛 吸引了1440万外国游客 仅在马略卡岛 去年的游客数量达到了创纪录的1780万人次 预计今年的游客数量将会更高 然而 大规模的旅游带来了负面影响 使得当地居民生活质量大幅下降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抗议者举着标语牌 高喊你的奢华 我们的痛苦和我们不想成为房价上涨的先驱 表达对于过度旅游的厌恶 他们担忧 当地房产价格的飞涨 已经让普通居民难以负担 并且对环境和基础设施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在这场抗议活动中 一位名叫何塞 马利亚 埃斯基亚家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 接受了TV公共电视台的采访 他表示 应当将旅游租赁公寓 纳入当地居民协会的监管范围 由当地房产所有者来制定游戏规则 决定某些形式的旅游是否可以接受 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过度旅游 对当地社区的影响 与此同时 旅游和商业领域的专家曼努埃尔 德拉卡耶也提出 征收旅游税可能是解决方案之一 尽管这不会减少旅游流量 但可以产生资源 用于旅游管理或其他方式帮助当地居民 这次抗议活动的巨大规模 反映了西班牙各地对过度旅游的不满情绪 今年早些时候 巴塞罗那的抗议者在城市中游行 高喊游客回家 并向游客喷水 表达对大规模旅游的不满 此外 加纳利群岛的当地居民也发起了绝世抗议 反对过度旅游 抗议者称这导致当地居民被迫搬迁和环境破坏 马略卡岛上的抗议活动并不是单独事件 而是西班牙各地对旅游对当地影响的紧张局势加剧的一部分 在这场抗议活动中也有不同的声音 一些旅游业的拥护者认为 旅游业对马略卡岛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占该岛经济产出的45% 然而 批评者则指出 只有少数人从中受益 而大多数居民只能靠低薪工作维持生计 并且面临住房短缺 交通拥堵 噪音和污染的困扰 根据国家报的报道 一位住在伊比萨的居民透露 他每月只能赚取1500欧元到1800欧元 但无法支付每月约1000欧元的房租 最终不得不搬进房车 并在朋友家洗澡 这种生活状况 与岛上的豪华度假村形成了鲜明对比 马略卡岛的抗议活动 不仅仅是对过度旅游的抗议 更是对于社会不公平的呼声 区域政府首脑马格普罗亨斯对此表示理解 但他也呼吁抗议活动不要演变成对游客和居民的破坏行为 他提醒巴塞罗那的抗议者 曾经用水枪喷洒游客餐厅的顾客 并挥舞着写有游客回家 你们不受欢迎的英文标语 这种行为并不可取 这次抗议活动反映了当地居民 对于改善生活质量和环境保护的强烈诉求 他们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有效措施 限制过度旅游 并制定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旅游模式 随着游客数量的持续增加 这种呼声将越来越强烈 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各界 都需要共同努力 找到一个平衡点 既能促进经济发展 又能保护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自然环境 总的来说 马略卡岛上的抗议活动 揭示了过度旅游 对于当地社区的深层次影响 随着全球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 使旅游业既能促进经济发展 又不至于对当地居民和环境 造成过大压力 将成为未来的一大挑战 这次抗议活动或许只是开始 一个更加公平 可持续的旅游模式 正是当地居民所期望的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西班牙马略卡岛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呼吁限制旅游 反映了一场针对过度旅游的社会运动 周日的示威活动 吸引了数万名抗议者 他们高喊口号并举着标语 表达了对旅游业对当地经济 环境和社会影响的不满 抗议者批评马略卡岛 现行的旅游模式 使少数富裕群体获益 而大多数工人却陷入贫困 他们呼吁采取替代性的旅游模式 加强对住房和公共服务的支持 并保护自然区域 组织者 少旅游 多生活 Manis Tourismade Mas Vida 估计参加抗议活动的人数 约为5万人 而警方的估计 则约为1万2千人 这次抗议活动 是西班牙各地 反对过度旅游运动的一部分 根据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巴利阿里群岛 包括马略卡岛 梅诺卡岛 伊维萨岛 和弗门特拉岛 去年吸引了1440万外国游客 本月早些时候 巴塞罗那也举行了类似的 反对大规模旅游的示威活动 抗议者向游客喷水 并高喊游客回家 巴利阿里群岛 在5月份发布了新规定 禁止在伊维萨岛 和马略卡岛的主要旅游区域的 街道上饮酒 但持派区域如露台不受影响 今年4月 加纳利群岛的居民 也发起爵士抗议 反对过度旅游 抗议者指责过度旅游 导致居民被迫搬迁 和环境破坏 抗议者举着各种标语 如游客 我们爱你 但不要买我们的土地和你的奢华 我们的痛苦 强调了过度旅游 对当地生活质量的影响 据报道 这次抗议活动 包括约110个团体 和社会运动组织参与 去年 巴利阿里群岛 创下了1800万人次的游客记录 这些游客来自西班牙本土和国外 例如 去年有460万游客来自德国 340万来自英国 这些数字显示出 该地区的旅游业 对经济的重要性 但当地居民认为 只有少数人从中受益 而大多数人却面临低薪工作 住房短缺 交通拥堵 噪音和污染等问题 专家和当地居民 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多种建议 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 何塞 玛利亚 埃斯基亚加认为 旅游租赁公寓 应该需要当地居民协会的批准 以便更好的管理旅游业 对社区的影响 旅游和商业领域的专家 曼努埃尔 德拉卡耶则建议征收旅游税 以产生资源用于旅游管理 或帮助当地居民 这些抗议活动 反映了当地居民 对过度旅游的深切关切 他们希望通过这些示威活动 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 推动政策改变 实现更可持续的旅游模式 马略卡岛的这场抗议活动 显示出 如何平衡旅游业的经济利益 和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 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复杂问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首先 让我们从经济角度来看 马略卡岛的旅游业 是岛上经济的支柱之一 根据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巴历阿里群岛的旅游业占 该地区GDP的45% 这意味着 如果我们限制游客的数量 将会对当地经济造成巨大打击 毕竟 从古罗马时期的玉场 到现代的观光圣地 旅游业一向是城市繁荣的象征 哈啰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 你这么说真是太天真了 虽然旅游业给马略卡岛带来经济收益 但同时也带来了无数的问题 从住房短缺到环境污染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去年访问马略卡岛的游客达到1800万 而岛上常住人口仅仅120万 这样的数字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就像是鲁迅说的那样 面对生活的不公 我们应该大声说出来 所以 我们需要设限旅游 保护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 谢琪琪 你这样说就有点过头了 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 可以用来改善公共设施 进而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 你知道吗 根据西班牙公共广播公司RTV的报道 有专家建议征收旅游税 这样可以把钱用来管理旅游业 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 想象一下 如果莎士比亚的 故乡斯特拉特福德 没有旅游业的支持 那里的莎士比亚剧院 还能如此繁荣吗 楚天书 你的论点就像一个漏水的水桶 不管怎么装水都无法填满 马略卡岛的问题 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 而是资源分配的不均 根据国家报的报道 许多当地居民 因无法负担高昂的租金 而被迫搬迁 甚至有人住在房车里 旅游税或许能够提供资金 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正如爱因斯坦说过的 我们不能用制造问题的 同一种思维来解决问题 我们需要的是彻底的改变 而不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的短期措施 谢琪琪 你的激进观点 让我想到了一句老话 不要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旅游业确实有问题 但它也带来了 无数的机会和资源 通过合理的管理和规划 我们可以找到平衡点 比如根据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 何塞玛利亚·埃斯基亚家的建议 旅游租赁公寓应该需要 当地居民协会的批准 这样一来 我们既能保护当地居民的利益 又不至于让经济崩溃 楚天书 你的建议听起来不错 但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 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红皇后说的 这里的所有人都疯了 现实是 当地居民的声音经常被忽视 利益集团会优先考虑自己的财富 根据阿尔吉利亚报的报道 抗议者认为目前的旅游模式 仅仅是富裕少数人的游戏 而大多数工人却被贫困困扰 设限旅游并不是要摧毁旅游业 而是要让当地居民和环境 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马略卡岛的抗议者们 打出了极具创意的标语 如游客 我们爱你 但不要买我们的土地 你的奢华 我们的痛苦 以及你的天堂是我们的噩梦 这些标语不仅是灵魂的呼喊 还展现了居民对当地生活和环境的深切关注 当地组织者少旅游、多生活 称有五万人参加抗议 而警方估计则接近一万两千人 这也显示出对抗议规模的分歧 然而 不论人数如何 这些抗议者一致表达了对旅游业现行模式的不满 要求采取新的替代旅游模式 并改善公共服务和住房问题 这无疑让人深思 这次抗议并非孤立事件 而是西班牙多得对大规模旅游反弹的一部分 比如巴塞罗那的抗议者也曾举起游客回家的标语 并向游客喷水 以表达对游客过多的反感 巴利阿里群岛今年早些时候推出了 禁止在主要旅游区域的街道上饮酒的新规定 伊维萨岛和马略卡岛都受到影响 这些举措和抗议活动表明 当地居民已经对旅游业的负面影响感到不满 并希望政府和旅游行业能够有所改变 这次抗议活动的参与者数量再次成为焦点 组织者称有5万人参加 而警方的估计数字则是2万人 无论是1万2千还是5万 数字背后更重要的是这些抗议者的心声 他们的主要诉求包括对大规模旅游的限制 保护自然资源 改善公共服务 并解决住房困难等问题 这些都是本地居民的迫切需求 这场抗议表明 马略卡岛的居民希望确立一种更加可持续和公平的旅游模式 而不是让少数人从中获益 大多数人受苦 这次抗议活动中 建策师和城市规划专家和赛 玛利亚 埃斯基亚加的建议颇具启发性 埃斯基亚加认为旅游租赁公寓应该需要当地居民协会的批准 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当地房产市场的稳定 减少因旅游业过度发展而带来的负面影响 曼努埃尔·德拉卡耶则提出征收旅游税 这一方案可以在不减少游客数量的情况下 为当地居民筹集资源 用于改善旅游管理和公共服务 这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解决方案 最后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抗议者所面临的实际困境 一位住在伊比萨的居民因无法支付高昂房租 流落至房车生活 这种情景让人感到震惊 豪华别墅与房车生活的强烈对比 揭示了旅游业繁荣背后的社会问题 虽然旅游业对马略卡岛经济至关重要 但它也带来了许多不容忽视的社会和环境问题 希望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能够认真听取居民的声音 采取有效措施 平衡旅游业发展与居民生活品质之间的矛盾 让这片美丽的岛屿不仅仅是游客的天堂 也能成为居民的幸福家园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